第471章 图穷笔线 怎么回事 说仔细点 宁谦是猛地站起身来 是送饭的侍女发现的 他见赫尔没有应声 就进入内屋查看 结果屋里连一个人影都没有 侍卫回报道 我已经叫人封锁整个大院 并逐屋进行寻找 怎么会 二皇子只觉得手脚冰凉 赫尔因为附着了天书史的缘故 星星跟顽猎或淘气 一点都挂不上钩 他也知道自己的意义重大 不可能擅自离开住处才对 让擅长闻风变味的迅速师过来 同时清点大院中的所有人员 我要知道 这期间有谁离开过大院 冷静 这种时候 他必须冷静 宁谦是反复告诫自己 赫尔作为天书史的容器 并非没有做过类似的预防 比如他常用的香粉 就掺和有特殊的丹药味道 除非把它扔到水缸泡上半天 不然这种气味 就是迅速追踪的最好线索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 为什么会有人针对赫尔动手 是因为赫尔本人 还是为了他身上的添书史 当宁谦是赶到住处时 毒邪龙正在门口等他 殿下 请立刻将核心成员 和所有高品级方式 都召集回大院 我认为他们之中 出了投效邪碎势力的叛徒 一提到叛徒 宁谦是便觉得头痛欲裂 严庆和宇玲龙相继出问题 已经让淑密府人心惶惶 还好前并没有效仿两人脱离淑密府 不然他真不知道 该怎么收拾这场残局 为何这么说 宇玲龙是我藏起来的 之前发生的变故 是摄影通过自己的消息渠道 找到这里 又利用能力 悄无声息地潜入前的房中 毕竟宇玲龙的名号 就表明他十分适合执行 暗杀等任务 没有引起外圈守卫方式的警觉 倒也合乎情理 结果 他一直都藏匿于大院之中 他骗了我 但又没完全骗我 毒邪龙神色颇为复杂 他将宇玲龙在荆基 找上门来的来龙去脉 简略讲述了一遍 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思考他这么做的理由 现在算是明白了 他找钱而不等待 我探明情况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与前辈心怀鬼胎 而是因为我个人能力不足 他容不得有一丝大意 你 为什么不当时就说出来 宁谦是沉着脸道 不管百花剑的判断正不正确 窝藏嫌疑犯 本身就是在挑战疏密府的权威 因为敌人可能还潜藏在大院之中 毒邪龙毫不避讳道 直到今天 我才确信 这一点 我已经查看过 内务 没有丝毫争斗 或挣扎过的痕迹 赫尔是仙术天下棋局的持有者 不可能在遭遇结识时 没有任何反抗 才对 带走他的人 必定是他熟悉的人 才让赫尔失去了防范 这话倒也不假 毒邪龙等人 虽然不清楚天书史的事情 但赫尔拥有仙术 还是知晓的 宁谦氏 也确实教给过他不少保命法器 哪怕是镇守级别的方式 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接近他也会吃暗亏 二皇子走进住处 确认房里的情况 和对方所说一致 所以你认为 是斜碎士力动的手 而且此人 还是一名疏密府高层 正是 宁谦氏宁氏毒邪龙两酒 才招来侍卫 传我命令 召回所有外出执行任务的方式 包括核心成员在内 遵命 一时间 数十只性格 从大院腾空而起 朝四面八方飞去 接下来的半天时间里 消息陆陆续续传到宁谦氏手中 迅速师已经确认 赫尔离开大院 并朝着汇阳城郊外而去 只要不下雨 追上香味源头 是迟早的事 大院守卫的清点 也很快完成 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从行迹上来看 并没有任何可疑之处 外出的高品级方式 一共六人 其中包括卫皇和白斩 卫皇在接到消息的一个时辰后 赶回了大院 白斩那边则一直没有回音 直至太阳日落时分 宁谦氏收到了一条 令他含义四贸的消息 云上居士 并没有按计划抵达冰水县 接应归途中的钱 随他同去的两名方氏 已变成了两具尸体 白斩 他咬牙切齿道 穿过一条长长的地道后 一扇扮演在泥土之中 青铜门呈现在白斩面前 没想到柳州境内 真有尚未发现的永朝遗迹 他心中暗暴 看来斐念那家伙手中 果然有自己尚未掌握的情报 虽然要用到前朝的术法 令他有些厌恶 但比起想要实现的目标 这点不快 很快被他压进了心底 他放下昏迷的壳 将气注入门上的圆盘 接着双手握住 用力旋转 青铜门轰隆一声 朝两侧打开 门内是一个尘封已久的溶洞 竹台上积攒的灰尘 足有寸许 证明 此地已经许久未有人踏足过 白斩不由地生出了一丝怀疑 这里真能取代 舒密总府中的设施 完成灵魂继承仪式 你还在犹豫什么 进来吧 现在已没有回头路 可走 忽然一个低沉的声音说道 白斩不禁打了个寒颤 里面居然有人 他身为一名轻贱 居然丝毫没感应到对方的气息 墙上的火把一盏盏亮起 昏黄的光芒顿时驱逐了黑暗 在阴影与火光交接之处 白斩看到了一位黑袍人 他浑身都笼罩在破旧的兜帽长袍之下 让人难辨其身份 你是谁 白斩拔剑出鞘 守木人 对方的声音沙哑而苍茅 你相不相信 我都无妨 斐大人已经等候你多时了 说完他转身朝洞穴深处走去 斐大人 白斩心中一跳 他夹着鹤 小心翼翼地跟上黑袍老者 走出数十步 再拐过一个弯 一个再熟悉不过的身影 出现在他眼中 正是斐念 暗行成 他应该还在赶往柳州的路上 怎么可能比自己抢线一步抵达一计 而且听黑袍人的意思 他似乎来这儿已有一段时间了 我就知道 你会选择这条路 斐念看了眼他手中的鹤 微微一笑道 想要变强绝不是什么错误 你既然愿意拼尽所有 我也不会辜负你的期待 第472章 传承 所以你投身了邪碎 白斩盯着斐念道 什么时候的事 结合对方的报告 和雨玲珑的说辞 他已能确定 眼前之人便是斐碎势力 渗透进疏密府的棋子 那么推荐斐念的二皇子呢 如果连最初为细疏密府 稳定的关键人物都已叛变 岂不是说 他们十多年的努力 都是个笑话 问这个有什么意义吗 斐念摊开手 我并不觉得自己有投身过邪碎 或者说 邪碎之术本 就是充满偏见的叫法 什么意思 存在集合里 既然斐气者的心性能数天数的 为何就不能数混沌 斐念咧开嘴角 我只是觉得 自己天生擅长这方面的东西罢了 荒唐 混沌 是气与鸡相合 是混乱无序 你觉得 人跟痴妹王俩是一种东西 白斩斥则则道 在疏密府里 两者肯定不是一种东西 但疏密府何时又能代表真理了 斐念不以为意地摇摇头 如果把灵魂看成气 身体看成鸡 人不也是气与鸡的结合吗 倘若两者完全不相容 那为何人偏偏能驱使这种力量 还能用它来建立七星体系呢 你不会一想七星疏密府跟勇王有关吧 确实没有 然而七星的传承 却离不开建立在该理论上的技术 斐念 拉开身边的盖部 一座足有九尺高的青铜装置 显露出来 它两侧是一个巨大的香柜 柜体之间 纠缠着许多管道与支架 中央 还放置着一个雕满福音的石台 你对这个 应该很熟悉吧 传承台 白斩眼睛微眯 这东西 简直跟荆棘总府里那台一模一样 可按照舒密府的说法 此法器应该是初代反抗方式所创 后人 经过不断改良后的产物才对 原来他也是勇王时期的遗留物嘛 斜碎的一大特征 就是 不拘于形 只要憎恶之气的浓度足够 连杀石朽木 都可成为曲强 传承台便是勇王从中受到启发 花费大量精力所致 唯一区别在于 他剥离的是人的灵魂 斐念 拍了拍身边的青铜装置 七星树密府 既然否定混沌的力量 那里应把这些东西一并销毁 永不再接触才是 最后一个问题 你究竟是安家人 还是黑门教的教徒 白斩问道 你猜 斐念笑了笑 也罢 是哪一个都没关系了 反正都只是死人而已 话音落下 云上居士的剑陡然出手 从三个方向同时刺向斐念 和前一战后 他对剑术又有新的感悟 漫天剑影 不如直取要害 后者面色大变 但也仅仅只来得及 丁房刺向前胸的那一剑而已 两条绕至后方的剑影 一闪而过 斐念的双手和头飞了起来 喷剑的血液 给法器染上了一抹燕红 白斩也没有忘记 那名黑袍人 他又补出两剑 将想要逃离的黑袍人刺番 剑人那一端传来的触感 有些怪异 宛若命中的 是一节枯木一般 但效果却是实实在在的 黑袍人 闷哼一声 倒地不起 身下躺出了污浊的黑血 白斩走过去 挑起动貌 下方 俨然是一具干枯的尸首 他满意地点点头 转身走向青铜装置 作为仅次于前的候选者 他也接受过传承台的操作训练 有了这东西 他就能独立完成继承仪式 斐念压根不是什么必需品 大概斜碎势力 打的是将天书史 拉拢成自己人的主意 以便进一步扩大他们 在七星中的影响力 可惜白斩 对做敌方棋子的把戏毫无兴趣 除掉两人 算是为舒密府做贡献了 很快他便在传承台的储物侠中 找到了一叠巨魂符 这些雾石 也是启动法器的原料 如今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身后忽然传来一声尖叫 克尔此时缓缓醒来 最先映入他眼中的 是斐念堂血的头颅 不要怕 死的 不过是些萧小之辈而已 白斩一把抓住向后退缩的鹤 提着他 来到布满绿班的香柜前 你也被禁锢了许久 是时候让你解脱了 宁谦是 嗯啊 克尔的声音突然为之一变 仿佛换了个人般 我知道你想见他最后一面 但是很遗憾 这个要求 我满足不了你 白斩将克尔放入香中 时间对我来说 已经不多了 克尔的眼中 流露出极为复杂的神情 有失望 有悲伤 有怜悯 还有一丝怅然 他似乎有很多话 想要质问白斩 可始终一句都没能到出口 最后 他只是轻叹一口气 低声说道 不要伤害害 白斩犹豫了下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是 天书使大人 随后他关上了香门 殿下 未到的源头 就在这个洞穴之中 迅速师报告道 当天晚上 追踪者便确定了 云上居士的去向 宁谦是立刻采取行动 调集一支千人亲戚队 家方是50名 将此地方原屋里围隆起来 所有村镇路口悉数 封闭 剩下的核心成员 更是倾巢而出 只为缉拿白斩 将天书使救出 这么快能得知消息 老实说宁谦士 也有些意外 他原以为对方 会一路奔逃 有多远跑多远 结果没想到 连柳州都未出 其他人守在外面 魏皇 毒叶龙 和我一起进去 二皇子说完后 率先步入洞内 魏皇和毒邪龙对视一眼 也跟着钻进了地洞 穿行约一刻钟左右 前方出现了微弱的火光 一扇青铜大门 半开于尽头 门内的烛台跟火把 又在燃烧 仿佛里面早有人 在等候他们的到来一般 看到这扇 颇为眼熟的青铜门 宁谦士心敌 涌现出了一丝 不好的预感 此地是 永朝遗迹 毒叶龙亚一道 书密府 从未在柳州有过标记 应该是落网之余了 魏皇沉申回道 永王在最后几年 大兴土木 连好几座矿山都被挖空 谁也不知道 他究竟见了多少 这样的玩意 既然跟永王相关 那就更证实了 他与邪碎势力有关 大家小心了 毒邪龙叮嘱道 殿下 您还是走后方吧 要是发生什么危险 我们也更好应付 宁谦士没有拒绝 这里确实是 他的战斗能力最为低下 面对一般人还行 如果对方是轻剑情况 就截然不同了 待会如果不得已 与白斩交锋 记得千万不可留守 自然 对方是轻剑 又是以公式伶俐的剑术著称 我自然 毒邪龙话未说完 便感到一道黑影 贴着地面飞驰而来 他拔剑飞跳 而黑影似乎知道 他会这么做 一般 微微拐了一个极细小的角度 斜着向上 贯穿了魏皇的侧腰 第473章 魏列羽衣 腰间被刺穿的剧痛令 魏皇脸色煞白 他紧捂伤口 摇晃两下跌坐在地 与此同时 白斩的身影 也出现在阴影边界处 抱歉 你们说的 我都听到了 三对一的话 我的处境太过不利 因此只能先动手了 他淡淡地说道 不过放心 这一击 虽然会造成巨大的痛苦 但救治 及时便不会致命 我猜外面 应该有不少方式 在建议你们吧 你 以为 这一点疼痛 就能阻止我失数 魏皇 咬紧牙关 一只手颤抖着摸象药包 毒邪龙也将剑人 对准白斩 心中却陷入了两难 现在冲上去 和白斩搏杀 受到重创的轻剑 和二皇子 便无人保护 还有刚才那一剑 实在诡异 对方简直就像是 洞悉道 他心中所想的事一样 你们真要对天书史动手吗 白斩忽然立声道 你说 什么 毒夜龙不禁愣住 二皇子的面色 陡然没了血色 你难道 在这种地方 没想到吧 这座勇王遗迹里 居然会尘封着一座传承台 白斩伸出手 看好了 这便是证明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一面虚化的棋盘 浮现于众人面前 三人对这个树 都再熟悉不过 正是天下棋局 什么意思 这不是二的仙树吗 跟天书史 魏皇则难过地闭上了眼 二皇子并非真的天书史 白斩将仅有元老之道的秘密 缓缓说出 万锦楼一战后 天书史的灵魂 一直寄居在赫尔身上 痛苦与煎熬 延续了十多年 如今对他而言 总算解脱了 我不觉得 一个与邪碎势力 勾结的人 有资格做天书史 百花剑冷声道 本来我还只是怀疑 你和斐念勾结起来 谋害于玲珑 看到这座青铜遗迹 我就更确定了这点 他话没说完 白斩便将一个脑袋 扔到了他脚下 勾结 别说笑了 我不过是故意利用此人而已 至于羽灵龙 是背叛淑密府的叛徒 想要拿下他有任何问题吗 一码事归一码事 小子 你可不要混为一谈 斐念 死了 毒邪龙亚一道 不错 我杀的他 白斩收剑入鞘 朝三人张开双手道 他妄想把天书史 作为条件来拉拢我 可惜高估了自己的用处 我也愿意接受 七星书密府的调查 甚至包括记忆搜寻 以证明 我从未导向过安家 或黑门教 至于你 宁谦是殿下 我知道 天书史曾与你情投意合 但你想没想过 他为何始终和你保持着距离吗 宁谦是此刻 已是泪流满面 他双目通红 神色既争宁又痛苦 再也不负此前的冷静模样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命运 白斩宁生道 七星史一般会在四十岁左右 进行传承 他不可能陪伴你 一直到老 将灵魂移到赫尔身上 本就是一种应急之举 之后应该尽快完成 星天书史的更替 可你不仅没有这么做 还弄出了真假天书史的把戏 导致上元书密府的声望 在七星眼中大幅下降 也让徐国和高国怀疑起 我等治理一方的能力 你觉得这样做 天书史大人 真的会乐意见到吗 可你当时 也是赞同的 魏皇喘着气说道 此一时非彼一时 伤痛需要时间来化解 即使是我 也不愿在那种时候 让天书史牺牲 但这个时间太长了 如今疏密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天书史却无法参与其中 天下棋局固然强大 可他本质是演算 不是预知 情报越少 他的作用就越低 拿来对付知根知底的敌人 还行 面对知知甚少的对手 一个嗨 根本起不到关键作用 白斩的声音 斩钉截铁 你杀了 天书史 灵迁士忽然低吼一声 拔出腰间的短刀 朝云上居士冲去 没有方数加持 甚至谈不上任何章法 一个普通的敢气者 殿下 百花剑 只得跟上 这种状态下的二皇子冲上去 简直跟送死无意 白斩倒转剑鞘 隔着石不开外 便将对方捅飞出去 落点位置 正好是毒邪龙身前 后者趁势接住了宁迁士 收手吧 我并不想 让你们死在这儿 投身邪碎之人 已经付出了代价 而前人天书史 也得以安息 这是应该到此结束了 白斩回身 走到传承台前 拉开铜箱大门 早已清醒过来的赫尔 盯着他小心翼翼爬出香柜 接着哭喊着 奔向宁迁士 看到吓坏的小姑娘 扑进二皇子的怀中 他知道 主动权 已经彻底落到了自己手中 现在 他便是 启国新一人的天书史了 对这一结果 白斩不禁扬起了嘴角 挫败于前手中 不说 宁迁士派他去接钱 本质上便是对他产生了怀疑 他当时只要有一丝犹豫 等待着他的 绝对是长久的监禁 即使答应下来 钱也必定会盯防着他 届时再想带走货 必是千难万难 何况斐念马上就要抵达柳州 他又确实跟对方接触过 到时候彻查起来 自己别说报一战之仇了 被斐念拖下水 都极有可能 也正是那一刻 白斩下定了动手的决心 只要他能成为新的天书 是 那些细枝末节 都不再会成为障碍 七星早就对宁迁士颇有微词 哪怕就有的核心成员 与他决裂 七星也会鼎力支持他的做法 当然 这些都不是白斩最为看重的东西 局势 地位 人情 权力 皆奈过眼云烟 唯有自身的实力是永恒的 而天书史的灵魂 丝毫没有让他失望 那是树在最顶尖的方式 所留存下来的心得与经验 大道以先述天下棋局 为核心演变出的多种术法 小道引气入体的窍门 与各自掌握的八卦方术 无意不是巨大的提升 前便不提了 白斩 没想到宁谦是守着这么一个宝库 过了十年都未曾染指过 如果他想要获得传承 天书史肯定心甘情愿 其他核心成员 也不会发出任何反对 可惜在宁谦是心中 人情的比例占得过大 这一心性 让二皇子在疏密府遭遇分裂危机时 能稳住人心 却并不适合担任一位领导者 但也多亏如此 才让他有机会得到这一传承 记忆中海量的信息 让他欣喜若狂 身体与能力脱胎换骨的同时 不需要任何人来认证 他已未入羽衣之恋 第474章 绝恋 前回到惠阳城的大院时 院内静悄悄一片 不仅没有见到守卫的身影 连驻扎于此的方式 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变化 让钱一世有些错愕 他宋雨玲珑离开的这段时间 后方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 金霞城再次袭击惠阳 让疏密府不得不紧急转移吗 可大院基本完好无损 怎么看 都不像经历过一场大战的模样 而且 就算进行转移 也应该会在现场留下接应人员 不至于把所有人都调离才是 喂 这儿有人吗 钱一边喊着 一边绕着大院寻觅一圈 依旧一无所获 这份诡异的静谜 让他心底升起了一股不祥的预感 不用找了 还能动的人 我都已经让他们去前线了 当前重新回到大院前屏时 一个声音从乌阁上方传来 他寻声望去 说话者正是云上居士 白斩 如果是以前 他一定会纵身跳上楼顶 向老伙计追问详情 但现在核心成员之间已不满裂痕 他悲哀地发现自己心中剩下的只有敌方 宁殿下在哪里 为什么他让你来下达命令 他此刻被软禁在某处吧 然而白斩的回答 令钱大吃一惊 我也不需要任何人来指示我 因为我才是真正的天书使 真正的 天书使 钱的心不由的一尘 别人说这句话 还可以认为不了解内情 可白斩 明明知道二皇子的情况 他这么说 意味着什么 含义 可谓不言而喻 即使如此 他仍存着一丝侥幸问道 你在说什么 我从未听闻树秘符 有举行过传承仪式 不是非得在上原城才行 在柳州也一样 白斩将青铜遗迹里发生的事情 直接道出 为了保住卫皇和毒邪龙的性命 宁殿是只能听从我的指示 下令全军执行进攻计划 现在 这命令 应该已经传到前线了吧 你 这混账 早在听到他将赫尔掠走的部分时间 就已经目不可遏 当对方说出 用核心成员的性命 威逼宁千世的那一刻 于衣史再也无法忍耐 双脚蹬地 如炮弹一般射向白斩 你把励志并肩奋斗的大家 当成什么了 明明他也曾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白斩拔剑出鞘 不必不让 反手一剑斩向前 此招后发先制 还未等前双脚落地 便已经横着扫到他面前 并且锋刃直直紧箔 前只能双手隔挡 随着轰的一声巨响 气浪在两者之间炸开 他竟被剑光重新抽回地面 谢力翻滚一圈才停下 这一击深可见骨 伤势很快复原 但前意识到 眼前的白斩 已与数天前的云上居士 已不可相提并论 对 就是这种愤怒 白斩咧开嘴角 神情变得异常高亢 钱大人 你不会以为 我对你的变化 能坦然接受吧 万景楼一战之前 你和我一样 也只是轻贱而已 如果不是那两人与你融合 你成为羽姨的路 还会这么顺畅吗 如果他们能活下来 我宁可倒退回最初 钱再次前冲 不过这一回 他选择的目标是 白斩脚下的房屋 他们把一切都托付给了我 你却在践踏众人的心血 屋子在距离冲击下 硬生垮塌 白斩似是早有预备 他翻身跃下 灰剑斩入房屋之中 扭曲的剑影 穿过如雨点般落下的碎砖瓦砺 精确刺中了钱的左肋 钱瞬间感到 体内的气为之一致 流转速度 顿时慢下不少 就是你这种态度 让我感到憎恶 白斩的声音 也越发尖锐起来 永远把别人挂在嘴边 却没有想过 有多少人 对你的天赋艳羡不已 你是雨衣 处理事情永远游刃有余 星星还是八门之手 提升几乎没有上线 我无论多么努力 都只能看着你的背影 越来越远 你却觉得 它是一种负担 真是叫人恶心的想吐 钱不由的正主 你以前 难道一直这种想法吗 怎么 你感到愧疚了 不得不说 我必须得感谢你 如果继承天书史的人是你 我应该就再无超越的机会了吧 如今我不止 能遇见你的每个动作 还能捕捉到你身体上的气急流动 融合后的三处气海 便是你自愈能力远超他人的关键 没错吧 我并没有愧疚 钱张开双手 抓起一截折断的力主 只是觉得 你可怜又可耽 你说 我可怜 不错 强者一贯勇于挑战更强者 只有弱者才会拔刀向更弱者 你若是一开始 就将自己的想法道出 我或许还会高看你几眼 但现在 我绝不会放过你 话音落地的同时 钱全力制出手中的柱子 白斩额头上 站起青筋 灰剑将力柱斩成竖节 说得好听 你拥有别人难以企及的恢复能力 自然可以这么说 可对于其他方式呢 失败 往往意味着死亡 不惧牺牲方能更强 罪蟹飞剑之中 钱冲出废墟 并借此机会 撒出一把种子 地面上顿时风长出无数藤蔓 对树莫 死鼠类和前树相灵 与异能施展并不稀奇 但依次抛出众多药引的手法 像极了下凡的九霄天雷 看来你也在那一战中学到了不少 白斩摒弃凝神 眼前瞬间出现了数十条可能的路径 每一条颜色都在不断变化 由浅向深代表着趋向现实 而由深向浅 则意味着近乎不可能 这便是由天下齐居岩身而来的仙树 方寸棋盘 他的情报全由五感获得 风向的变化 声音的远近 皆是信息来源 在对方刚开始行动时 便能判断出可能的后招 这样一来 他完全可以撂敌击弦 弥补上坤树发动较慢的最后一项弱点 白斩先将剑旋转一圈 斩出周边的藤蔓 令自己脚下位置一空 之后 无论钱如何变招 他都能游刃有余地应对 他深知 钱和二皇子等人不同 后者由于实力问题 即使留着也威胁不大 而钱难以妥协 实力强大 在方式中的声望 甚至盖过二皇子一头 如果他站出来 公然反对自己 那么 即使自己继承了天书史的一切 也难以驱动军队 这也是白斩特异者返回大院 独自一人等待钱到来的原因 无论是超越自我 也好 斩除后患也罢 他都需要羽衣消失于世间 第475章 羽衣对羽衣 藤蔓相互缠绕着 长治一人高时 并没有像白斩所想的那样 向他蜂拥而来 用捆绑的方式 限制自己的行动 而是突然尝出了大片绿叶 钱沙那间消失于视野中 他觉察到了 自己能通过感知 提前预判其行动 就通过两次交手 不愧是羽衣时 白斩将剑横在胸前 感受着周边每一份细微的变化 他倒想看看 这场较量 是谁能站到最后 他心中甚至有个想法 钱就是自己的台阶 如果能迈过这道坎 之后 面对下凡时 必能大有必义 紧紧眨眼间 白斩忽然感到身侧的地面 有极细微的颤动传来 那是对手在高速奔行的证据 眼前的路径 瞬间为之一变 数十条路径 凝聚成四条 从四个略有差异的方向 穿透自己 几乎是路线变化的同时 他也看到了 藤蔓从后方的那个身影 两人的距离紧不到十步 这就是钱的策略吗 用叶子遮蔽视野 令他的出手距离 从百步开外降到十步以内 确实称得上简单有效 符合他一贯的打法 不过他已经非昔比 白斩不再犹豫 施展出了斩无垠 和击杀斐念是一样 三道剑光 从三个角度直扑前而去 正面那剑指向咽喉 钱必须得避开 不然就是伸手分离 恢复能力 再强也就不回来 而另外两剑指的 则是两处气海 它也是钱能屹立不到的源头 说起来简单 但想要做到难于登天 钱的气海 并不是在固定部位 而是随着它的动作 不停变换流转 即使有人能靠经验和能力 洞察到这一点 也在男友经历出手 命中 战斗的所有交错 都只在电光火石之间 先有人能面面俱倒 若是以前的白斩 别说做这种判断了 连出剑都比寻常方式慢上一拍 靠的是昆树诡异的进攻路径 来让敌人无所失从 最不想面对的 就是钱这种贴身作战 不给反应空隙的对手 然而 在获得天书史传承后 他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所思所想比过去快了许多 特别是在展开方寸气盘时 他看到世界万物 都仿佛变慢下来 这正是他有把握在近距离逼退钱的资本 每一次命中气海 都会让对方的恢复能力大幅下降 再来几次 胜利就会彻底倒向他这边 擦 出乎白斩意料的是 正面剑刃 竟然直接斩入了钱的颈波中 这和他所了解的 那个语音截然不同 钱的打法 虽然看似蛮不讲理 但实际上粗中有戏 一场战斗下来 遍地鳞伤 要害却保护得十分周全 在对付奥利娜一战中 他半边身子都被烤焦 可只要不伤及气海和意识中枢 他就能凭借能力逆转局势 而现在是什么情况 白斩的视野里 四条路径中的三条顿时隐去 只剩一条鲜明无比 钱再不可能有第二种选择 他在送死吗 由于对方不闪不闭 另外绕至背后的两剑自然落空 但正面这一击已足够致命 白斩手腕倾斗 打算直接削下他的头颅 钱却单手抓向剑锋 用手臂的骨头 生生卡住了他 血液喷涌而出 不光是伤口 连对方的口鼻间都躺出了大片鲜血 俨然这一剑已切开了 颈簸中的血管和气管 一彻底斩下他的脑袋 只差分毫 可就是这分毫始终不得寸进 在全力冲刺间 钱还用另一只手按于头顶 将头死死压在脖子上 不然光是奔跑的颠簸 就能让颈簸彻底撕裂开 白斩万万没想到 钱会这么做 或者说 方寸棋盘已经昭示了路径 他的行动并没有超出先述的判断 但却不是白斩预料中的选择 不为牺牲方能更强 他脑海中忽然浮现出 对方说过的话语 双方距离已近在咫尺 任何应对在此刻都为时已晚 白斩唯一能做的 就是松开握件的手 摸向腰间的短笔 只听到砰的一声巨响 全速冲击的钱撞在白斩身上 声势竟底十余匹奔马 还要惊人 白斩的胸口瞬间扁了一块 嘴里也喷出大口鲜血来 这一击让他至少折损半边肋骨 甚至伤及到了内脏 而对钱来说 他的时间已进入倒数 这点从藤蔓正快速枯萎 便可看出 他将大量气用在了非自身鼠类的对数上 自身的循环已难以为序 一旦叶片脱落 视野重新变得开阔 他将再无第二次机会靠近白斩 唯一的剩机就在于这片刻之间 由于气管一直处于断开状态 钱连换气的时间都没有 他凭借着一口渔吸 向白斩发起了最后的冲锋 白斩也知道 绝生死的时刻到了 他强忍着肋骨寸断带来的剧痛 把短笔当成长剑 迎着钱斩去 他要向对方证明 为了登上更高峰 他同样不畏死亡 坤树未未 斩乾坤 两人交错而过 漫天的叶子被气流击起 又缓缓飘落 只剩下一节节枯萎的藤蔓 宛若从春天 直接跳到了潇洒的深秋 白斩感到半边手臂 仿佛都不复存在 钱挥出的那一拳 擦着胸口而过 最终落在尖头 将他的肩胛打得粉碎 哈 百战忍不住笑出声来 因为他还站着 用一条手臂的代价 换取出手的瞬息 他不仅做到了 而且做得比此前 任何一次挥剑 都要更完美 前的两处气海 皆被他的短笔洞穿 再无可能扭转局面 他转过身去 望着羽衣 无力支撑身体 单膝跪下的背影 尝出了一口气 自己终归是阴望 那个渐行渐远的身影 今后再也不会成为他的阻碍 接下来 只要斩下对方的头颅 让他少受点痛苦即可 别了 钱 白战在心中无声地说道 同时举起匕首 而这时 风的流向陡然改变 无数路径 在他头顶站开 并在急速收拢中 白战猛地向后跳开 刹那间 一柄 闪烁着金光的利刃 从天而降 灌入他原本所站立的位置 他仰头望去 只见一道青色的身影 正风驰电掣地 朝大地坠来 同时一名白衣女子 踏剑下 拦在了白战面前 让开 白战意识到不妙 朝着来者连斩数剑 这帮人 是冲着钱来的 他绝对不能让钱离开惠杨城 原以为轻松就能逼退女子 没想到他转头召唤出 六柄薄如蝉翼的飞刃 将他的剑光一一挡下 虽然每一击都能更靠近对方一些 持续打下去 必能取他性命 可这点时间 对白战而言 实在太慢了 落轻轻 他已经记起来 在监狱一战中 也是这人挡下了自己的暗中突袭 传闻中的倾听者 幽州落家的天之骄子 你找死 白战不得已 将全部注意力 集中到此人身上 打算重施一次斩无营 将其直接斩翻在地 然而出剑的刹那 肋骨传来的刺痛 让他难以再把空见识 与此同时 青色的巨龙 也降至前头顶 一把抓起了他 落姑娘 后者将飞人化 做一道金色的墙木 将失去准头的短笔弹飞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朝天空升去 白战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钱和他们一道 转眼消失在云层之中 第476章 不灭者 可爱死 为什么洛青青 会出现在这里 白战一拳砸在地上 嘴角都咬出血来 那天遗迹里发生的事情 外围方式并不知情 唯一清楚内情的 只有宁谦是 魏皇和毒邪龙三人 如今魏皇受到重创 无力问世 另外两人 则被自己分开监禁 确保不会与他人私下接触 再将一切问题 推到死去的翡面身上 说成是邪碎势力 在暗中搅局 导演能让剩下的方式 勉强相信这一结果 他不在乎 今后会变成什么样 抢夺天书史 看中的不是七星这一地位 而是天书史所蕴藏的力量 因此这个计划 唯一的破绽 就是钱 其他人过问不了 宁谦氏等人的事 羽一却不会轻信 他的一面之词 必定会要亲自询问一番 宁谦氏受邪迫 说出唯心之言 是因为核心成员的性命 揭握在他手中 无法反抗 只能选择妥协 但钱出面情况 就会变得截然不同 有了羽一撑腰 二皇子别 说道出真相了 恐怕当场把自己 生死了的心都有 所以 钱才是这一切的关键 他卢走汉 正是因为钱不在惠扬城内 他选择一个人折返回来 也是要让钱在 为何其他人见面的情况下 彻底闭嘴 计划原本很顺利 白斩第一次感受到了 体内的澎湃力量 也意识到 天下棋局 拥有想象的改进钱力 一直望尘莫及的钱 也在正面较量中 跪倒在他的面前 只要钱一死 这场战争 就必无可避 他也能寻得机会 将九霄天雷石斩于剑下 除却自己的心脏 可偏偏钱 居然被惊下人救走 百斩千算万算 都没有料到 事情会变成这样 羽一只要活着 哪怕不上战场 都是对计划的最大威胁 他并没有奢望 自己的威望 能在书密府里 说一不二 核心成员 无人能发生的情况下 他还得借助二皇子 来下达命令 如果潜在公开反对自己 他的这些 筹谋也必将化作泡影 对 七星疏密府 倒是会支持他 毕竟那些人 早就对二皇子 和传承仪式看不过眼了 但那又有什么用 一旦金霞城里 感气者数量 急剧增多的消息 传出去 哪怕是七星之手 都不可能再动下繁分毫 反倒还要将他视为 做上兵 就算他再强 也无法凭一己之力 与另外六星抗衡 看来你走投无路了 忽然有声音从内院传来 即使获得了仙术传承 提升也终究有限 谁会在这里 他明明已经遣走了所有人 还特意检查过一遍大院的情况 这人 看到了自己与前的战斗 白斩杀星顿起 他握住匕首 寻声望去 随后正在原地 出现的人是斐念 他并没有变成四分五裂的模样 脑袋也完好的安在脖子上 只是身上穿的 不再是方式服 而是一席浓郁的橡默的黑袍 袍脚 点缀着几颗星芒 另外 他的话语也发生了些许变化 并非声音不同了 而是说话间的顿挫与措辞方式 跟以往不尽相同 这也是他没能第一时间听出 对方是谁的原因 怎么会 他确认自己斩下了对方的脑袋 离开一记前 让人放弃大火 将洞窟内的装置彻底毁坏 斐念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才对 你 究竟是谁 白斩感到手心中泣出了冷汗 我当然是斐念 你应该能分辨得出 这不是什么幻象 斐念缓缓走到他面前 不过 我又不完全是他 话说回来 你对斐念了解的很多吗 恐怕除了他来自宿州 其余也一概不知吧 所以纠结这样的问题 并没有多少意义 我明明杀了你 不错 你杀了我 我理应该死去 他笑了笑 但决定人之所以为人的 是气构成的意识 躯体不过是机而已 你破坏了机 为什么认为人就一定会死 你忘了我曾说过的话吗 疏密符合时 又能代表真理了 这跟疏密符没有关系 气不可能脱离身体 而保持独立 斐碎便是最好的证明 白斩刚想脱口而出 可化到了嘴边 他又生生咽了回去 方叔的研究 远远称不上大成 如今的各项理论 都继承自百年之前 框架一直未曾变动过 其中人们通过观察斐碎 得出这一结论 也算顺理成章 毕竟由人 强烈的情绪诞生了斐碎 没有一个 还能留有生前意识 表现出来的唯一星星 便是对生者 强烈的憎恶与敌意 但现在 活生生的例子 就摆在自己面前 白斩也不是没考虑过 眼前的斐念 是方数造物 比起幻术 更偏向于实体 不过这完全说不通 因为对方 显然对秘密会见的 谈话内容 一清二楚 除开斐念 本人外 世上 不会再有第二人知晓了才对 那么问题来了 能清晰地记得 过去发生的每一件事 拥有自我意识 和行动能力 这样的死者 还能被称为斜碎吗 白斩脑海中 不禁浮现出一个词来 不灭 这是比永生更高层次的形容 斐念什么时候 竟拥有这样的能力 一股难以言喻的渡火 从白斩心中猛然喷出 他竭尽全力 才压下 这股波动的心绪 你来这干什么 找我报一件之仇吗 当然不是 斐念耸耸肩 我说过了 既然你愿意拼尽所有 我也不会辜负你的期待 你想让我也变成 你这样 白斩心里扑扑直跳起来 如果一个方式 能获得不灭的能力 岂不是等同于 拥有了反复在死亡边缘 精进自身的机会 那意味着 什么简直不言而喻 想要变成我这样 对你来说还太早了点 因为缺乏必要契机 但我可以给出沉默 当机缘成熟时 你也能成为不灭的存在 说得好听 我不知道你究竟遇见了什么 但仅凭这一番话就想让我 说到这里 白斩忽然正主 他看到斐念的面容 发生了变化 当心的脸孔 呈现于眼前时 白斩感到浑身 都微微颤抖起来 现在 你还有疑问吗 斐念的语气 深色而幽远 宛如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许久之后 白斩才舔了舔 有些干涩的嘴唇道 您 打算怎么帮我 后者拿出两个 装着幽子色气团的瓶子 递到他面前 有了这件东西 即使是钱还活着 也不可能 让战争就此平息了 继续实施你的计划吧 毕竟你所做的 一切 都是为了能再次 与天雷史交手 不是吗 我会帮你达成心愿的 第477章 天空救援队 钱感到有什么东西 从头顶飞速靠近时 已无力再做出太多反应 在意识朦朦间 他感到自己 像是飞了起来 脚下的大地 正快速远离 白斩夺命的那一剑 也迟迟未有刺来 不过他知道 无论自己遭遇了什么 都没有太多区别 气的流转 已经基本中断 要不了数十息时间 脖子出的伤口 就能将他全身的血液喷光 即使脑袋还在 也依旧不可能活过来 钱丁说人到死前 总会回忆起自己的一生 俗称走马灯 而最后停留下来的画面 便是一生中最遗憾的时刻 但他的脑海中 什么也没闪过 无论是 决定加入疏密府核心 还是帮助天书使 击败黄泉一派 他都做了所能做的一切 对于这个结果 他没有遗憾 然而过了没一会儿 钱意外发现自己的意识 不仅没有退去 反而还清晰了些许 连带着身上的伤痛也在减退 就好像 泡在温暖的水中一般 他压抑地睁开眼睛 只见朦胧视线中 一个同样被爪子 抓着的女子 正在对他疗伤 从对方细长的耳朵来看 应该是兔腰无疑 钱没有料到 他堂堂疏密府羽衣 竟也有一天 会受到腰的帮助 骆 骆大人 他 他醒过来了 见到他睁眼 兔腰明显被吓了一大跳 竖法 也就此中断 疼痛与困顿 煞食卷土重来 钱连忙闭上眼睛 装作刚才的睁眼 只是回光返照 他看出来了 抓着自己的不是别人 正是情报里提到的 惊霞真龙 不要怕 就算他是羽衣 现在也不可能对我们做什么 另一个女子的声音 从前方传来 不然赤指须松开爪子 十个羽衣掉下去 也会摔成肉饼 这声音 他也有印象 大概率便是在上原疏密府 认知过一段时间的骆青青了 钱心中苦笑 这世道确实变了 曾还是并肩作战的同僚 如今已对他刀剑相向 而他要摧毁的对象 却在危难之际 就他性命 前世着开口 最先可出的是两团血污 这意味着气管已基本合上 声音沙哑归沙哑 至少不妨碍说话 你们 是怎么赶过来的 是 稍微飞慢一点 洛青青先是喊了一声 等呼啸的风声没那么强烈时 他才回答道 你不是把羽灵龙送过柳神边境了吗 巡逻部队发现他后 第一时间报告给了公主殿下 当天我们就把他从边境接回了惊霞 羽灵龙说 你此行可能会有危险 所以下凡让乌烈先过来盯烧情况 我何斥 九龙姑娘随后出发 以防事情 争吵与玲龙所说的方向转变 果然是这样吗 凭借惊人的通讯能力 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调动 他还未回到惠阳城前 这些人就已经在不远处 监视自己的情况了 换而言之 他们出现的时机恰到好处 不是因为运气够好 而是源于一场精密策划的行动 乌烈此刻 在哪 钱再次睁眼 向周围扫了一圈 并没有发现第四个人的踪迹 心中微微一沉 他不会为了救我 你看看九龙的头顶 鱼一一眼望去 这才注意到兔妖的耳朵之间 还蹲着一只小鸟 目光相交的瞬间 小鸟的羽毛同样缩成了一团 原来如此 他还奇怪 为什么被人跟踪了一路 还毫无察觉 感情跟踪他的 也是一只妖 见对方警惕防范的模样 前心中不禁感慨 看来舒密府方式的名声 在妖泪中 还真是有够差的 如果不是看在下凡的份上 他们绝不会对这样的自己 伸出援手吧 羽玲珑说的是 是真的吗 沉默片刻后 钱再次开口道 什么事 骆轻轻回过头来 金霞觉醒的感气者 有爆发式的增长 此行的终点 便是金霞城 骆轻轻笑了笑 到时候你亲眼去看看 不就知道了吗 说的也是 不知为何 钱竟感到了一股 油然而生的轻松 明明还没有验证过这一说法 他心里却已信了九成 金霞城 凤阳山庄 羽玲珑正缓缓行走在 郁郁葱葱的步道上 当然 此刻主控身体的 仍是影子 经过多种手段 轮番治疗后 伤势依旧未见起色 因此 羽玲珑只能居于幕后 以免 他进一步恶化 还好换成影子后 伤痛也会连带着减轻 导不致影响日常生活 这里的生活环境 还真不错啊 羽玲珑在一旁 窜来窜去 甚至有时候 还会从树洞里探出头来 没了身体的束缚 他发现情况 也没有预想的那么糟糕 唯独的缺点是 失去了主动感知全后 一切事物 都得由影子碰触到后榻 才能共享感觉 稍微有那么点不方便 废话 山庄虽然地处偏僻 但也是按照天子行宫的规格 来建造的 不比荆棘园林 差上多少 影子 哼哼道 只是这里隐患也不少就是了 比如 比如 我们散步时 都不派个人跟着 万一 你有什么背叛的想法 岂不是会惹来大麻烦 羽灵龙一时被噎地说不出话来 感情他 倒像哪边都是叛徒 你这风口 也变得太快了吧 我以为你会一直忠于树密府呢 你觉得你做了这些事后 还会得去树密府吗 影子不屑道 金霞城就是我们新的根基了 自然地站到这边的角度考虑问题 羽灵龙翻了个白眼 肩末片刻后 影子忽然又补充了一句 不过 这种做法 我并不反感 影子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吗 就在羽灵龙微微愣神之际 不远处忽然传来了一记响亮的爆鸣声 这样的动静 在山庄绝不常见 莫非是树密府的方式摸到这里来了 一人一影对视一眼 不约而同 朝声音源头奔去 到达地方后 羽灵龙才发现 那一处大院 门口站着一圈持枪侍卫 防范等级 比别的地方高了一截不止 此处是阎武场 未经允许 不可善入 影子还未靠近 便有人上前提醒道 阎武场 羽灵龙借影子的嘴 好奇问道 能让我进去瞧瞧吗 怎么可能让我们进去 影子则没多大兴趣 不是袭击就行了 我们去别的地方逛逛吧 他心里的话未说完 侍卫便已开口 稍等 我去请示下 不一会儿 对方便折返回来 公主殿下允许了 秦宇姑娘跟我来 第478章 新武器 进入院内 羽灵龙发现 里面并没有自己预想的方式对决 像夏凡 严庆等熟悉的人 都坐在一侧看台上 反倒是公主殿下 在台下与一群人交谈着什么 人群之中 他隐约看到了一架奇特的长枪 而远处还摆着好几个靶子 这儿与其说是演武场 倒不如更像是靶场 他直接被侍卫带到了看台上 在严庆身边坐了下来 怎么样 南边的生活还适应吗 夏凡主动打招呼道 如果你觉得山庄里憋门 我可以安排人带你去京霞城逛逛 喂 他在问你话呢 你要不答的话 我就说了 影子嘟囔道 羽灵龙回过神来 咳嗽两声 你先到一边去 啥 话音刚落 羽灵龙就已经拽开影子 拿回了身体控制权 与此同时 肩头的灼热与刺痛 也随之传来 他微微错了下眉头 接着故作轻松道 老实说 比我预期的 要好 我原以为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前 你会限制我的行动自由 毕竟 我还没向公主殿下宣誓效忠过 严庆忍不住眼住了嘴 夏凡也轻笑出声 羽灵龙疑惑地看了两人一眼 我有说错什么吗 你眼前的这位亲贱 也没有宣誓效忠过 夏凡他开手 不止如此 他还强调过 不会向殿下效忠 至少在树密府 没有瓦解前不会 但他现在却和公主 待在同一所大院中 所以只要是高品级方式 你们都会宽松对待 当然不是 夏凡扫了言庆一眼 例如这位前辈 虽然说 不会向殿下效忠 但坐镇白河城时 不止制止了 多次树密府策划的破坏事件 还亲手揪出了一个情报 传递节点 逮捕密探十余人 为白河城的安定立下大功 当然 他自己并不会承认这点 还把功劳都推到犁头上 说到这里 夏凡忽然打住 因为他看到对方的眼睛 已经微眯起来 总而言之 金霞城更看重一个人做了什么 而不是他说了什么 你愿意为了平息战争 而冒险前往上缘 之后 又通知我们羽翼的消息 便已有功于金霞 夏凡坦然道 无论是殿下还是我 都认为有功者 不应受到任何苛刻的对待 羽玲珑感到心中 涌起了一股暖流 他事先并没有期待这一结果 找上钱 仅仅是为了做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 即使之后被限制行动 他亦不会有什么怨言 可这不代表 他不在乎个人的荣辱得失 他也希望能被更多人所信任 特别是眼前这人 现在他得到了答案 也正因为如此 羽玲珑有些不好意思地岔开话题 多谢 对了 公主殿下他们 这是在做什么 练习使用法器 以及检测一下机造局的新武器 夏凡回道 法器 这是只有方式才能使用的武器 可以这么认为 不过他涉及到的理论知识 较为复杂 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系统学习 才有可能激活 这也是夏凡把金霞有潜力的方式 都叫过来参观试射的原因 他希望这东西 能让大家认识到学识的重要性 同时还能增强海外盟友的信心 新武器算是电磁炮的正式定型版 主要模块 是一个镇术镇斧法器 外加一套全封闭式的磁刀鬼构成 前者由夏凡参照仙树屠戮所会 后者则是墨云按照他的要求 反复试验推敲来 全封闭的管道设计 降低了陋磁现象 断压的普及 让他所有部件看上去方方正正 颇有一种超脱时代的未来感 同时 新武器还考虑到了多种运用场合 配备的辅助支架 既能装在玄武机关兽上攻坚 又能拆下来 当作定点狙击火力使用 不过比起与东升海扣一战时 简陋的原型机 它在主要结构上的提升 其实并不大 由于冶炼技术所限 导鬼在强电流的作用下 依旧会快速烧食 只能通过更换枪管解决 真正让新武器 步入实用范畴的关键 还是刻满线路图的镇术法器 此法器填平了 非镇鼠类方术之间的鸿沟 哪怕感激者 连最基本的流光术都无法施展 却能在掌握电磁力原理后 及发电磁炮 并且丝毫不影响其应有的威力 唯一的遗憾是 目前只有下凡能制作这种法器 羽玲珑看到公主再次走到枪边 俯身握住枪柄 然而过了片刻 什么也没发生 怎么回事 失败了吗 他问道 公主殿下已经试过好几次了 却没有一次成功的 严庆露出若有若无的笑容 不像离 第一枪便能成功激发 羽玲珑似乎从中捕捉到了一丝得意之情 下凡也颇感纳闷 宁婉君绝不能算愚钝 学习上也没少下功夫 每次理论考试 虽然成绩不高 但都在合格限制上 为何莫云合离都能做到的事情 他偏偏束手无策 下凡阁下 请问能让我去试试吗 看台上忽然有人站起来道 羽玲珑寻声望去 不由的一愣 对方显然不是启国人 有着一头醒目的浅蓝色卷发 且不说 两只尖尖的长耳朵 分明昭示着其妖的身份 当然可以 下凡做了个请的手势 我也想确认一下 东方法器是否对世界岛民同样有效 说完他压低声音 主动为羽玲珑介绍道 这位是从西极远渡而来的树州长老 塞尼亚大祭司 西极吗 怪不得如此 影子看了眼羽玲珑的胸口 随后扎了扎嘴 你闭嘴 羽玲珑没好气道 只是他不得不承认 这名大祭司 有着足以拉动全场目光的资本 当他俯下身子时 演武场内仿佛都安静了几分 半晌之后 枪声猛地向后一颤 前端喷出一团鲜红的火焰来 以至于他以为是自己看花了眼 随即靶子方向传来了熟悉的报名声 这时宇玲珑才发觉 那些靶子压根不是什么木板 而是由一块块厚实的铁板组成 每块相隔数寸 组成了一道厚实的坚强 也正因为如此 被射出去的弹丸 才会在命中标 把石发出高亢刺耳的声响 更令他目瞪口呆的是 那些铁板的厚度堪比手指 只要一块 就能挡住弓箭和绝大多数火器的打击 但声音发出的差马 璀璨的火花依次在多块靶子间飞溅 宛若一道贯通的流火 当火花落地 所有铁板上都出了一个大小一致的孔洞 第479章 萌芽之星 咧 过去看看 雨玲珑低声喃喃道 影子闪身来到靶子前 近距离打量这一击的成果 通过共享的意识 他也进一步看到了现场的详情 那并不是什么方数造成的特殊效果 而是实实在在的撞击 每个穿孔周围都有灼烧过的痕迹 背面甚至有融化的迹象 仿佛碰撞瞬间落点出的温度被 急剧加热 之前看到的一簇簇流火 或许便是铁鞋被点燃后的尾计 靶子后方便是院墙 他虽看不到墙面的情况 但铁板都挡不住的东西 砖起墙体 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 幸好烟雾场位于山庄边缘 墙外便是深山 倒不用担心流石伤人的意外 这玩意也太可怕了吧 影子连连折舌 如果把靶子换成人的话 这一下会有什么后果 与玲珑脑海中完全能想象出影子所说的场面 若这是两军交战 恐怕另一边已经出现了一条死亡通道 人们乘一条直线倒下 至于具体是50人还是100人 那得看当时的阵型密集程度来定 问题在于这是法器武器 本身不会受到星星数位限制 最终能使用它的方式 显然不止一两个 如果有一百把这样的武器同时开火 被集中攻击的那一方 只怕当场就要崩溃 想要避免如此惨重的伤亡 就必须尽可能分散队伍 让士兵不至于聚集在一块 可军队一旦散开 将官的命令皆无法传递 自身便有瓦解的风险 对手给的压力稍大 这些无人监督的散兵 只怕就会四散而逃 话而言之 拥有这等武器的金霞城 在战斗中将获得极大优势 说是立于不败之地 也不为过 与玲珑此刻算是知道 对方为何同意自己来演武场参观了 这既是力量展示 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指战方法 若赫尔看到了这一景象 又会作何感想 或许棋局立刻就会得出必败的结论吧 那样一来 启国与金霞之间不必要的战争 也能消敏于无形了 影子回到他身边 默默招出掌弓 拿在手中反复打量 眼中有着明显的嫌弃 喂 我说羽玲珑 怎么了 你也去学堂上课吧 噗 羽玲珑差点没被口水呛到 去那里的都是些八九岁的孩子 你让我跟他们一起读书 我可是镇手来着 镇手怎么了 而且你打扮一下 最多也就是为大姐姐 下凡说的那个法器原理 说不定我也能触发灵感 换把新的武器出来 去学堂绝不可能 不然他的脸面要往哪里放 那你就求下凡单独给方式开个班 这会不会太麻烦他了 你开不了口 我来说便是 反正这段时间 身体的控制权归我 大不了本大爷委屈一点 软声软语 央求一番 不信他不答应 羽玲珑顿时战红了脸 你敢 场上同样被震撼的 远不止羽玲珑一个 邪马公主五月摇心中 同样掀起了滔天巨浪 尽管之前 黎和莫云亲自展示过试舍 但他们皆是金霞高层 能使用如此强大的武器 也显得合情合理 而大祭司却不属于这一类人 他是外族 是妖 是从西级那边逃亡过来的难民 许多方面和自己类似 投靠金霞的时间比邪马还要晚一些 他能顺利激活新武器 这种震撼感 比黎和莫云带来的要强烈得多 五月猛然意识到 不知不觉中邪马经落在了后头 事实上 自从大量买入盐河气步枪后 家乡那边的情况 已然有了好转 利用海盐与中原王国的影响力 作为交涉手段 不少诸侯开始转变态度 暗中支援起邪马 战场上 气步枪更是堪称神兵利器 帮助部队屡次已少胜多 硬是将逼近到家门口的兵风 又推了回去 把地盘重新维持在三七开上 这份胜利也使得女王麾下 渐渐出现了一些质疑之声 那些家臣 武士质疑的不是女王 而是金霞盟约本身 以及与对方签下盟约的公主五月 随着往来两地的传值增多 大陆这边的消息 也渐渐传开 特别是宁家分裂 广平公主 根本代表不了朝廷一事 让大家重新审视起这份盟约来 一边是邪马王国 一边只是深州首府 签订的盟约 却是朝贡关系 这让不少人提出了意义 毕竟每年二百万两白银 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更别提 还要迁入居民 开放港口和商贸权 根据志弘写来的信件 朝会上已经有人站出来 指责武岳瑶不懂外交 将邪马利益拱手让人 如果不是女王 强行将言论压制下去 估计当场就会演变成声讨 按那些人的说法 没必要和金霞城走得过境 以免惹恼了启王朝 朝贡之约也可以改一改 用白银直接购买器步枪即可 起初武岳瑶还没把此事放在心上 只想着尽力完成好自己的职责 把更多物资运回邪马 可现在他才惊觉 邪马压根没有利用好这份盟约 双方不是走得太近 而是过于疏远了一点 他听闻机造局中 已有大量精灵学徒 金霞军队 海滩稻田 乃至事务局中 都或多或少出现了精灵的身影 他们正以学习者的姿态 融入到金霞城的方方面面 就连大祭司本人 都掌握了新武器的激发原理 相比之下 邪马来得更早 但除了交易本身外 什么东西也没得到 如今家乡却有人在质疑 连这份盟约也不该签订 五月摇杆到了一股 难以言喻的荒唐与讽刺 渐渐的 一个从未有过的想法 从他心底冒了出来 不管是东升还是邪马 或许都已不再适应这个时代 西边 一帮帝国的舰队 正在开疆拓土 所向披靡 东边 金霞城 生机勃勃 世家不存 民间的朝气 几乎可以用肉眼看到 即便邪马赢过东升 真就是彻底胜利了吗 诸侯依旧是诸侯 世家 仍然是世家 哪怕一统全境的是女王 治下的门法 也不会有任何变动 或许 只是一个复旧者 击败另一个复旧者罢了 想要让家乡不被时代甩下 他们 说不定也需要一场变革 这个念头一经冒出 便在这名上 显稚嫩的公主心头 飞速生长起来 再难以被抹去 第480章 同一个事件 就在宁婉军打算再试一次时 一道漆黑的身影 忽然出现在人们头顶 只见奥利娜 奥侃伸展着宽大的双翼 从演武场上方呼啸而过 滑落向山庄中央 公主转身朝夏凡看来 后者冲她点了点头 我们走吧 接着夏凡对宇玲珑说道 走 宇玲珑还未从于影子的争执中 回过神来 去哪 会课堂 夏凡起身道 前到金霞了 与此前袭击惠扬城的情报中枢一样 赤与奥利娜的双重接力 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 完成一次跨州往返 两龙在深州边境换班时 夏凡便已经通过迅宁仪 知晓了羽翼即将到达的消息 前 宇玲珑露露出了震惊的神情 她也来金霞了 怎么会这么快 我也不知道具体详情 不过 舒密府核心显然已经变质了 山庄惠克堂中 交战双方的高层 几乎齐聚于此 一边是以宁婉君 夏凡为主的金霞派 另一边则坐着钱 严庆和宇玲珑 虽然缺了二皇子宁千世 和另外几名 清剑镇首 但有羽翼在的地方 便已能代表大半个经济总府 为了记录这次具有意义的会面 事务局宣传部 还派来了洛优 与于双雪做实时追踪 以便之后能在 深经周报上进行报道 洛优如今已是宣传部的负责人之一 而于双雪 则因为替报刊写过几篇稿子 且反响不错 因此也成了周报的特约撰稿人 老实说 在接到通知的时候 于双雪是有些紧张的 她在上缘承住了那么久 自然知道 淑密府清剑 语音意味着什么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那根本就是 与她活在不同世界的人 荆姬的世家公子 豪商世身 都可以轻易左右他们的命运 但哪怕是这些人之中的顶点 在清剑语音面前 也只有俯首必让的份 加上淑密府正打算与金霞全面开战 各路大军都已云集深周边境 这样的会面 会是什么火爆景象 她闭着眼睛 都能想象出来 按照常理 这两派势力 必然会针锋相对 剑拔弩张 高品街方式的对决肯定称得上帝洞天摇 日月无光 她一个普通人若是被波及其中 下场可想而知 不过即使如此 她还是接受了事务局的这份委派 毕竟 这场战争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有霍英作为榜样在前 她也不想逃避 然而会课堂里的实际情况 让于双血大跌眼镜 别说火药味了 现场的气氛可谓一团和睦 而那名地位高高在上的羽衣室 看起来就和一名普通的中年大叔没什么区别 甚至给人一种无家可归的落魄感 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前掌长叹了口气 他的伤势已基本被吐腰致吼 但气氦仍需要时间来恢复 以至于说话都显得有些虚弱无力 白斩已成为新的羽衣室 二 宁千世 魏皇和毒夜龙都下落不明 从结果来看 舒密府一直以来为之奋斗的目标 算是彻底失败了 这不是你的错 终结皇权 扫荡世家 让我们惆怅满志 却忘记了沈氏自身 让我说 这都是邪罪在作怪 匪念才是罪魁祸首 严庆和雨玲珑轮番安慰道 我身为羽衣 无论如何都该为此负责 前摇摇头 若不是我之前奉行远离政务的做法 也不至于让邪罪势力渗透到这种地步 已经发生的事情 没办法再改变 关键是今后怎么做 宁婉君开口道 你现在还认为 金霞城是舒密府的头号大敌吗 浅苦笑一声 自然不会了 如今的当务之急 是阻止战争爆发 避免不必要的伤亡 至于舒密府和金霞的关系 今后或许可以形成协作互助之势 不行 舒密府必须被取缔 下凡打断了他的话 听到这里 于双血拿笔的手 不禁微微一抖 非要做到如此地步吗 雨玲珑小声嘀咕道 说得好 世上从来没有什么 一笑闽恩仇之势 影子握拳 以示支持 对待敌人 就该斩草除根 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前的反应比众人预想得更冷静 我能听听理由吗 金霞城的施政理念和舒密府有着本质区别 两者无法兼容 也不可共存 下凡直言不会道 舒密府说白了 是一个由方式主导的组织 遵循的理念也是方式 优先 将感气者的培养 视为头等大势 但对于金霞而言 感气者和普通人不应区分对待 主导者可以是方式 也可以是毫无感气能力的普通人 潜意识陷入了沉默 下凡则接着说道 只要舒密府还存在 就会妨碍到金霞的政策推广 如果舒密府进行改良 试图向金霞靠拢 那就是两个并列的行政中心 同样会削弱金霞的实力 到头来终究免不了一战 何况 这套体制已经延续上百年了 所谓不破不立 也该到了彻底翻新的时候 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吗 两久之后 前掌叹一口气 我听雨玲珑说 金霞学堂中出现了大量觉醒之人 他没有骗你 这点实际上也出乎我的意料 下凡承认道 不过这些孩子 依旧会按事务局安排 完成各自的学业 而不是把它们集中到一起 组建一个专门部门来管理 至于他们以后想做什么 也由他们自己决定 不可替代的好处 金霞是有的 那是一座自由之城 于双血脑海中 忽然回想起了 对方说过的话 不知为何 视线里煞食蒙上了一层薄雾 他赶紧装作不经意的样子 眨了眨眼 但心虚的起伏 却在难以平复 是啊 他和雨依 确实曾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 平时所接触到的人 谈及的话 都没有任何关联 而如今不同了 从下凡口中听过的话 如今又在雨依面前复述出来 至少在这一刻 即使是高高在上的雨依 也和他身处在同一个世界当中 可启国疏密府 并不是一个单独的机构 它是七星的一部分 前的语气中多了一丝担忧 如果你打算彻底取缔疏密府 七星恐怕不会置身事外